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吗 在上海别的 就是你对我的这个批评 我心里面能是杂驴 就是你是这个东西 那你就不是这么骂 骂人不是贬低人家人格吗 真的骂人会两回事情啊 骂人我们拿出证据来 告诉他这个人不对 实际上我们是言之有据 去之有故 那些骂我的人 有时候甚至没有看过我的节目 就说为什么你鲁迅 批评鲁迅 你懂我意思吧 我鲁迅证据拿出来了 所以这些人头脑不清 所以很多头脑不清的人批评我 我什么感觉呢 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我私人的感觉这种感觉 表面上一向了之 我私人上会感叹一句 就是这句话 可是也有人提出来啊 比如说就是您最喜欢拿着证据来说事 但是呢 会不会您在选择证据的时候 只选择了对你的观点有利的证据 证据可以有很多呀 那持另一派观点的人 他也比如说鲁迅也有很多很好的这个文章 他也举出来啊 我并没有说鲁迅不好 我是说鲁迅在他那个时代里面 他是好的 那个时代过了以后 如果我们还是认为那种好 并证明我们没有进步嘛 原因出在这儿 所以有些人呢 就是倒是没把您当成个学者 就是因为觉得您这个树立一个观点 更像是一个诡辩家 就是你看我是能找出证据了 但是呢 我只找对我有利的证据 你觉得是不是有这种 谁说的 各方面的证据全都摆在那儿的 我们要这样干的话 人家当然提出来不利的证据来推翻我的时候 我的老脸往哪儿高啊 往哪儿搁啊 咱们就出来混这么多年了 都看到了 都照顾到了 我告诉你 就是你怎么样 找反面药材 你都找不到 你是不是在这个准备要攻击一个人的时候 心里会假设出很多很多这个 假如有人当面跟你辩论的话 他们会说些什么 先不要假设 我先把我自己闻一样都准备好 中国讲自送 自己找自己麻烦 自己跟自己这个诉讼 自己做自己的魔鬼的辩护士 自己做自己的反面教材 自己的跟自己过不去 这样子过去 他这防卫攻击都搞得很完整了 等到别人 假设别人来问你 那是可能低个层次的 我们不这样 自己这边先过关 这样才不会自欺欺人 我们没有自欺 我们对别人也不是欺人 那种调证据的时候 对我有力的用来糊弄别人 那是自欺欺人 就某种程度来讲 其实你相信你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在你说之前 你都已经非常 深信不疑 我跟你说 我这部分 当我说话的时候 都是有证据 可是解释这些证据 就所谓的见仁见智 别人跟我玩的时候 就是这些证据你要承认是这些证据 然后我们发现解释上的不同 才封高下 你看这些证据都没有我 搞清楚 你就开始解释 那是道听途说 这种人 能是单轮 就算他这么一句话 你还别说 说得不准 上海人会笑 上海人不许笑 我为什么说他这个演讲啊 我注意的倒是尼姑思凡这个部分呢 你比如说在这个北大演讲啊 其实我们这主持人呢 也算是搞语言的 我看这个李傲有话说呀 是在凤凰看的极数最多的节目 李老师 这除了我的节目 看的非常多 所以呢 我觉得我对他呀 很了解 从语言这个角度上讲 我觉得您有一种企图 比方说哈 在这个大学讲坛上 这个很少有教授啊 讲大腿 讲长筒腕 还讲什么上床 包括这种字眼 但是呢 它是这个巧妙包装 包括有一次在这个李傲有话说里哈 我觉得 我觉得您好像有那么一种企图 就是说能不能在电视上骂出某个叉叉叉 是不能的 但是呢 我找一个故事 找个理由 完转的 韩欣培啊 有一次演戏啊 怎么怎么着 哎 就把这个给骂出来 您觉得您是不是这是一种过瘾呢 还是一种什么呢 一种招 一种突破 就像什么人写词 会有放屁两个字啊 毛主席 毛主席会 啊 放屁两个字出现了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突破 是一种突破 一种突破 乾隆皇帝写诗 有首诗叫做西洋落日的时候 芳草 满地芳草 见油猪 见了一套一个走来走去的一套猪 中国古代的诗里面 谈牛 风吹草地 蟹牛羊 谈马都有的 怎么谈猪呢 哎 他皇上就突然来一句 所以认为这就是骑笔 我们要看到骑笔 骑招 骑的句子 可是这种句子 大部分是通词的语言 所以我觉得毛主席和我都得了这种真传 知道怎么样通词的语言 您好像很欣赏毛泽东 邓小平这样一些 没错 他们你不能否认 他们在跟国民党周旋了26年的辛苦 其中26年里面有22年是打仗 他们最后打赢了 这种辛苦你不可以忘记 内飞定作顿作倾盆雨 记得记得 毛主席的诗 他就是说 后来他自己注解 他说这个是表示喜极而泣 因为嫦娥 天上嫦娥 呼抱人间成虎虎 什么虎啊 蒋介石那个老虎赶到台湾去了 我们终于 虽然我们牺牲掉了 毛主席的老婆 杨开慧 被打死了 被枪毙了 所以可是觉得终于成功了 所以内飞定作倾盆雨 这个句子应该讲不好 因为太 流眼泪又像下雨一样 不美 过门 精英才那么流眼泪 我哪有 因为他的旧词应该凑这个运 凑这个字数 所以我们觉得看着看一下 可是这是他喜气而泣 这是一种 觉得是一种英雄情怀 是吗 是啊 这就是这种感觉啊 所以你看我情盆雨 这个句子应该讲不好 因为太 流眼泪又像下雨一样 这个不美 过门 对 精英才那么流眼泪 可是因为 我哪有 因为他的旧词应该凑这个运 凑这个字数 所以我们觉得看着看一下 可是这是他喜气而泣 这是一种 觉得是一种英雄情怀 是吗 是啊 就是这种感觉啊 所以你看毛主席书信集里面 他讲到了 他听说他太太被枪毙了以后 他心里面那种痛苦 是有的 诶 精英啊 你觉得像这个李大师啊 我觉得他好像一辈子啊 在进行一种这个自我塑造啊 但是这个自我塑造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要强 而且要关心大事 你看他一说起别人就是小人物 那都是小人物 就好像要做一个大英雄这样一种气概 而且某种程度呢 李大师 其实我这么说你就别介意哦 这个是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李大师 是因为呢 我姐姐本身是胡音梦的超级的粉丝 在在在在 我以为胡音梦的姐姐 胡音梦的超级的这个粉丝 而且呢 那个时候他本来就特别特别崇拜你 然后那一段时间你们那一段婚姻呢 其实对我们对我姐姐来讲呢 是一个美好的理想的这个一个婚姻的或感情的一个原型跟状态 所以当你们那时候分开的时候我姐还为了这个事情哭了很久你知道吗 泪飞顿朵 情朋友 真的 就是情朋友 哭了很久觉得说这个心中的这个才子佳人的所谓的组合换灭了 所以我很早很早就知道李大师 那我对李大师的印象一直就是 我觉得只能用现在也是普遍呢 媒体还有观众对他的一个评论就是狂人 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称呼或者这样子的一个外号适合你吗 而且我很想知道的是说 你是你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 你的自信到底是源自你的血液里天生的呢 还是因为你博览群书之后你才有自信的 我可以坦白告诉你 那种狂人称呼我的人都是没有文化水平的 事实上我们有这么深厚的基础 思想的基础 学问的基础 所以我们才能够发挥出来我们的思想 并且用很有自信的方法来发挥出来 不是用那种传统的很虚伪的很谦虚的那种方法 所以别人不失心觉得你狂 可是因为狂如果真的是狂人又没有他要他算了 就发现这家伙铺天盖地 学问好口才好能说善道 并且还做了很多狭义的事情 别人做不出来的所以他觉得用到这种语言 事实上是不够完整的像摸了像的一条腿一样 我还是统有没见着这么夸自个儿的 所以英国的文学家肖伯那在讲嘛 他说别人一夸我我就浑心不自在 因为夸得不够 那说起别人怎么说他 我到有一些黑材料 广告之后可以跟大师请教请教 幼然的文化水平不够就进来 请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什么你就问我这个 您当时做鲁鱼有约的时候 不是这个新浪网啊 还有这个财经时报送您一本书 上面有这个成千上万的网友 对您的这个很多问题 您是说回导导之后 要研究研究这些问题 是我书已经丢掉了 现在书已经没有了 怎么能这样对待广大人民呢 广大人民这样对我会累死啊 我会偷懒 就这样叫林肯那个例子我讲过 他不能够答复这所有问题 所以我倒认真研究了一下广大人民 所以他帮你筛选了一下 有些问题啊 你像这段这位网友说的 让我们这个我们想质疑您 想批评您 但是看了他说这个 我是觉得有点颓啊 就是你看啊 说李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做过台湾当政者的大牢 他挺身而出反对台独 作为一个作家 他的作品多次受到台湾当局的查禁 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作为一个门人 他博文强技 他辩蓝古今中外书籍 藏数量巨大 作为一个男人 他每人在怀风流寄躺 诸位 不管你们怎么看了 你觉得你们有什么资历和资本 对一个70岁的人强加指责啊 你们说他作秀也好 无德也罢 可我们很多人连作秀的资本都没有啊 说的其实也挺中肯的 什么这中肯 这不把我们所有人说成什么了 这是很好的一个忏悔状 坦白说 您心里真觉得您就是傲视全球 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您小底下的小蚂蚁 我知道啊 我也看到那个萧巴纳 英国的文学家 他的一个基本心态就是别人都是驴 奔得像驴一样 他是聪明 绝世 这家伙 这长寿 但是 是 除了保健的目的之外啊 您还是个学者 学者嘛 您说您这辈子最讲究的是是非 对吧 我经常看您这么自信啊 您真的觉得 比方说您跟这个孔子 老子 释迦牟尼 庄子 可以跟他们比肩 甚至超越比他们还牛吗 这就是明朝王阳明那句话 做圣人我做不到 可是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 所以可以我们说 做孔子我做不到 可是孔子做我也不过如此 我告诉你故事 我在台湾 有一次 一个曾经办过红旗的 党中央看过红旗的 一个老先生 他是做过国民党的纪南市长 他本来是共产党办过红旗的 后来被国民党逮住了 要枪毙他 正好他舅舅是国民党的政治局常委 就跟他讲一下哈啦哈啦 就算是双方和解了 跟国民党走了 他后来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他看过什么是好文章 知道什么样子是共产党 因为他本人干过这事 他跟我讲 他说毛泽东一个人在台湾 周恩来一个人在台湾 也不会为你理由干得更多 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你们特别想到这一点 如果一个人落单了 能做出多少事情 我的本领就是落单了 干了这么多事情 感觉像是孤玄宝岛的地下党吗 也不是一个人地下党 要找党员照镜子两个 所以问题就是 毛主席周总理 他们是靠着团队 靠着紧密的铁的纪律 万中一新 搞革命的 我一个人在玩 我的特色 或者可以佩服的地方 就在这儿 所以说呢 这次演员咱们看见 就说那像你这么一个人 就凭自个儿 再跑到大陆 又会引起一场什么样的波澜 今天你不看到了吗 基本上刘长乐 凤凰的老板 给我安排这些局面 可是安排了以后 把我丢在台上 那还是一个人在耍嘛 对不对 我就靠一个人 耍单 耍单 单单户 从北京干到上台 现在干到了香港 但是我刚刚倒是觉得说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网友 讲的某种程度算中肯 是他也很 已经很明确的 把这个李大师这一生 比较传奇 也比较戏剧性的 一些波折都写出来 不过我觉得 您的这一生当中的 很多戏剧性的转折 跟您的性格 也有很大的关系 你比如说吧 一个正常人怎么会 比如写一本书 被禁一本 大概就不会再想 写下一本了 但你写一百多本 被禁了九十几本了 你怎么会有这么 桀骜不去的部分 这种毅力就不得了 讲的某种程度算中肯 是他也很 已经很明确的 把这个李大师这一生 比较传奇 也比较戏剧性的 一些波折都写出来 不过我觉得 您的这一生当中的 很多戏剧性的转折 跟您的性格 也有很大的关系 你比如说吧 一个正常人怎么会 比如写一本书 被禁一本 大概就不会再想 写下一本了 但你写一百多本 被禁了九十几本了 你怎么会有 这么桀骜不去的部分 这种毅力就不得了 这种毅力就不得了 是什么 什么虚实呢 像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其乐无穷 你是不是也是 你去问毛主席他们吧 毛主席他们 他们跟国民党的斗争里面 我告诉你 一直到1945年 都有人觉得没有希望 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 就跟国民党这样纠缠 纠缠到1945年 换句话说呢 纠缠了23年以后 都有人说没有希望 怎么样呢 就开始支持国民党 这个人不是别人 就是斯大林 斯大林定的 跟蒋介石定的 中苏友好条约的时候 他要了万蒙古 跟中国东北的权力 那一次出卖了中国共产党 他认为共产党 打不过国民党 国民党三百万军队 有美国人支持 有飞机 有打炮 有船 共产党只有小米加毒枪 打不过他 所以不支持 先出卖你再说 可是结果 毛泽东 终于把蒋介石打跑了 胡包人间 曾富虎 老虎你赶走了 对 反正是蒋介石也是在仇人嘛 谁把蒋介石打跑了 他都谢谢 蒋介石 你都给我了 问题是 对 留给你 我们出在这 你懂意思吧 可是毛主席 我们可以看到 跟蒋介石干了26年 新中四年算合作 其他22年打仗 打败了再来 打败了再来 屡败屡战 这个了不起 为什么我查记得96本书 还在写呢 这个精神 一般人绝对赶不上 就是你觉得一个成功的人 是不是他要 必须要有一个特觉 就是要特别不服输呢 不是 要知道 我会赢 不服输那人不算 那算 你赌钱赌不过人家 你笨 不服输 这个是 驴也不服输 驴也不服输 是除非人知道 鉴于天下大事 我会赢 就毛主席看到 你国民党这么负败 不败 我们共产党 都赢 可是苦恼是说 不一定在我这一代会赢 所以苏联 像列宁的时候 列宁革命的时候 都没想到 说在有生之年 会看到 俄国会革命成功 忽然就成功了 所以毛主席 当然也没看到 会这么快 可事上 49年的时候 毛主席已经56岁了 结果怎么样呢 得到天下以后呢 就着急 有点着急 所以急着来 我们建国成功了 还要尽力不使中国 富国强兵 动作就太急了 违反了生产率的基本原则 对不起啊 这句话是邓好平说的 西国耽误了20年 从大跃进 老文革折腾了20年 浪费了 欲速则不达 所以现在邓好平 出来以后 再知道正确的方针是什么 现在走了26年 我们才知道 今天再看到了各地的繁荣 行 李大师讲的兴起 但是又碰上 我们这个早些时间又要到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对 这网友意见 咱也不能光读好的 这要 这问题要给一般人呢 那就算冒犯 但是这个李大师说 这个事无不可对人言了 咱们就来读一读 新浪网友 说前段时间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说前段时间 看大小S主持的娱乐百分百 李敖居然公然带着17岁的情妇上节目 还在节目中肆无忌惮地宣扬自己打败那么多竞争者 当主持人问到他太太对此如何看时 他居然说 我太太很好 我不会跟我太太离婚 他还拿钱给我养 哎呦 什么人 不管这句话是戏虐还是怎样 当时那位17岁的高中生 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我看完节目觉得实在是悲哀 也许这是他的私生活 我们没全指责 但是请李敖先生 不要把你的私生活拿来公开炒作 毕竟这个社会需要道德和良知 这问题够猛的 他胡扯 这应该是误传 第一 我没有情妇 第二 那个17岁的学生 愿意跟我来的 他愿意过来上这个节目 不是我想我他来的 对不对 你得搞清楚 所以很好玩的一件事 他是我的模特 他说你理由不是画家 怎么有模特 我告诉你 所有模特 并不是画家才有 不是雕塑家才有 我们这些文学家也有 所以他是我的模特 这文学家要模特 怎么用呢 这我们怎么用 这我们的本领 怎么用 模特怎么用 好多又多 不过你要跟他说 我觉得他很想知道 对我们就总是跟您一样 最具体的东西感兴趣 是是是 我跟你讲 做电视节目也需要模特 你会不会用看 你会不会用 这算是我们用的一个模特 现在是我用的对不起 那是我给你找的 我已经变成模特了 不过也好像 我有在另外台湾的媒体上 也看到类似这样的消息 只是没有写的那么夸张 不过您是不是有特别说到 因为好像台湾媒体有问您说 哎 您带着一个十几岁的 她的胡扯什么什么 我怎么靠我 我太太拿钱什么说 这都胡扯 也造的没有这个事 但是您第一次 她跟我上过节目 在大小儿子节目 是有这个事 有这个事 哦 当时您怎么想呢 当时我们要分开了 分开了 我觉得用节目 给她捧她一下 使她能够 前途过 前途更有机 嗯 那这个太太不难过吗 因为你 不是也没有那么严重的事情吗 这就是乱挑剥的事情吗 哦 不是什么情妇 不是情妇 嗯 是魔术 是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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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对什么妇 哦 是情人 所以情人跟情妇之间的差别 在年纪 对 我说她乱行 情妇好像我转合了开脖 那就是事情 那 当时说 报纸当时 当时登出来以后呢 你说我是什么情人 要情人 又不是情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凤凰子夜快车 另外还有一个 一边